欢迎康院长来到中国中药大会的现场 想问您一下 在近视防治这个领域 您最新的研究成果是什么样的呢 在眼科中最大的公共卫生疾病 那就是儿童青少年的近视发病率 在诸年的增高 我们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长期以来开展儿童青少年近视的防控工作 科普近校园工作 我们构建了一个 指导近视防控全过程的一个独特的理论体系 同时我们是构建了 近视不同阶段的这样一个防控的技术体系 其中在科普学校 野保介绍这个技术贯穿于始终 那么我们在近视前期 可以用耳穴压丸技术 在近视防控低度近视的阶段 可以用我们的中药的方药 还有我们耳穴压丸联合庆证 这样一个防控的技术 我们这几年还构建了 这样一个近视防控的中药 中西结合的近视防控的标准体系 我们发布了五个指南 包括我们整对学生和家长的 这样一个耳穴力防控的指南 中西科普学校 最新的研究成果当中 我们对于您所提到的耳穴压丸 特别感兴趣 您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 它的运行原理是什么样的呢 好 我们的耳穴 实际上是在我们人体中 和人体的脏腹和器官相对应 通过刺激耳穴 来调节脏腹的气穴功能 上足一目而产生精明的作用 比方我们这个小孩 如果睡眠不好 我们可以选择神门 耳穴穴配合眼 从我们近视防控来讲 通过我们刺激耳穴的相应的穴位 就可以防控近视的发生 和发展的这样一个有效的作用